文章来源及思路 年轻人是一个庞大的群体 我这里想要讨论95年到00年左右出生年轻人 因为我个人只是差点就00后了 首先我想说说以我个人视角下年轻人的困境 一、一二线城市的房价极高 所对应的价格是这一代年轻人掏空六个钱包都只能凑个首付状态 除非出生就在一二线城市 或者家里经常多年小有积蓄 以及在小城市比较有实力 二、接受教育的时间较长 毕业之后难以找到满意的工作 找到了也极其容易被优化 除非天赋较高毕业学校和专业牛逼家庭成员厉害 有眼光愿意舍得头钱 三、社会各种传递信息过多 容易形成与他人的比较中 稍不如意就深感挫败 除非成长环境家庭幸福美满 家庭给了童年极大的幸福和爱 四、社会上升空间缩窄 时代的红利在减少 除非官二代夫二代 这些困境背后都有矛盾 困境一 对应的是一线城市租售比 我个人是觉得没必要买房 不过这个和部分人群的认知有极大的矛盾 假如没有买房执念租房住 其实也挺好的 有买房执念的人上车一二线不行 他们就跑去老家买 如果本来老家就有不错的住房 那么这个操作其实很迷 辛苦赚钱就拿去支持老家财政了 假如老家连个像样的房子都没有 其实买买提升一下父母和自己的生活质量也是不错 不过据我说之许多人回老家买房是为了结婚 这个我就不评价了 毕竟有许多地区是真的不买房婚都结不了 住房租金 这里我只知道深圳和广州的情况 我找到过深圳200平租金 只要3000块的小区房 而我住的地方深圳周围的42厅的小区房 租金也就5000左右 对于上海和北京的租金我是不了解 不过我相信国内租房性价比 还是极高 相对于买房 我个人是推荐年轻人没有心理负担的租 然后一边排公租房 除非家庭和个人都极为有实力 否则不要在房产上面加杠杆 这几年大量的法拍房 也是我们年轻人一个巨大的警示 价值毁灭的方法之一 高位加杠杆 困境啊 接受教育时间较长 毕业之后发现自己这十多年以来 上学难以找到满意的工作 什么是他们满意的工作呢 钱多是少离家近 我想对于年轻人这个想法肯定是大错特错 工作本身是用来积累自己的人脉和原始资本 以及技术技能 企业机构贪图你的便宜 你也总要图点什么才行 许多人陷入最矛盾的地方 就是找不到自己的方向 然后目前的现状 看不到所谓的希望 国内许多行业的生产力都是严重过剩 许多企业在这两年是停止扩张 并且疯狂裁人 这个对应了我们社会生产力的进步 与信息传递的高效 生产力的进步 也是意味着我们不需要那么多的人 来生产制造一个商品 那么产业结构转型 还未完成的国内 只能吃不停的卷 这个时候年轻人毕业 确实挺绝望的 想要突破这点 最好就是有时间去找找 自己喜欢的施干干 免得给自己整猛了 找机会跳槽 找更好的工作的同时 也要保住自己的饭碗 最好是冲到机会最多城市 去和别人卷 与此同时 把钱多省下来 积攒之后做投资 富力的力量是极其恐怖的 年化10%的收益 减持十几二十年 甚至三十年 这样积攒下来的财富 是足够对抗 劳动竞争力的下降的 这点我个人是相信 至于别的年轻人 我猜他们都不信 工作和投资两条腿走路 充分享受社会资本增长 是多数人应该选择的 正因为多数人 没有这样选择 这条路走起来 对年轻人是真的不错 等和我同辈的多数年轻人 做出这样的选择的时候 我已经在投资市场 混迹二三十年 市场我也会一定狠狠地教育一下他们 困境三 社会各种传递 容易令人焦虑的信息 我看到很多乱七八糟的玩意 我就想关我屁事 别人年入百万千万 开什么车 和自己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我觉得年轻人能够自己 搞个代步车开开 就牛逼上天 人还是要多活在自己的坐标系上 不能陷入比较心理 尤其是不能陷入极度心理 我觉得这个对应了投资路上的一个法则 多看看自己为什么亏的 多想想有没有办法减少亏损 并且未来做得更好 四 社会上升空间缩窄 时代的红利在减少 时代发展得过快了 大量财富都在现在 这批年轻人出社会之前 就瓜分完毕 未来只能有接盘房市的命运 这点确实是让人挺失望 不过就算有上升通道 想要得到这个红利和上升资格 所要付出的代价 也是这一代年轻人难以承受的 不能光看 现在拥有财富的人如何如何舒适 也要看到他们那一代的竞争 也是处处充满危机和奋斗 所有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除非有逆天的家庭和运气 红利减少 对于多数本就不想勤奋和奋斗的人来说 这是贼好的事 因为一出来 社会就能极低的价格 享受不错的基建设施和生活的便利性 而且不用忍受周围的某某某 因为什么赚了很多钱 因为大家都差不太多 其实有足够的生活能力的人 我觉得他们在这个时期过得不会差 生活成本可以较低就能过的比较有生活质量 主要看自己的认知和动手能力 以及自我的预期和实力的匹配度 没有条件享受生活的条件 就动手创造享受生活的环境 年轻人无论是提高收入还是找热爱的事业 都是不错的方式 足够年轻 试错成本足够低 这个时候规避风险 选择走最稳妥的道路 没有错去考工考事业单位 但是没有走上最稳妥的道路 又不承担任何的风险 是极其有问题 年轻人很难就是个伪命题 这个社会或者这个世界 难道弱者不就是很难吗 如果弱者不被任意蹂躏 那么这个世界可能就不是动物世界了 人类世界并没有比动物世界残酷 假如我们看到的只是年轻人很难 那么现在落后地区农村 没有养老金的老人 是不是也很难呢 每天仲彩一次赶集就卖个几十块钱 农村医保一年几百块都选择不交了 这部分群体才是这个社会最应该关照的 只有这个社会活得最下限的人 被社会看到 被社会一定程度兜敌 才是人类社会的进步 社会最可怕的是精英们盯着钱与财富一顿猛干 回头一看 老弱病财生活都过得一塌糊涂 当你足够弱小 任何人任何事物都可以成为伤害你 甚至杀死你的工具 正所谓杀不死你的都是让你更强的 对应投资过程中 只要是不会让你一次永久损失大量本金的精力 都是宝贵财富 年轻人不缺饭吃 假如有梦想去干了 也饿不死 任何困境都有解决方案 整个社会那么多人 总有自己适合的生活方式 唯一要做的就是 乘着年轻多动手多尝试 多体验 多去承担有限的风险 写到这里 我觉得我不年轻了 M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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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